年底选战加强反会选宣导 花莲地检署结合了药室工会展开送药道府反会到家的活动 透过花莲县地区50多家的健保药局 在药袋上贴上反会选标语QR Code以及检举会选电话 让各社区家庭都能够接收到反会选的观念 一旦是遇到会选的情形 也能够及时拨打电话来检举领取高额奖金 加强反会选宣导扩大宣传范围 继和麦当劳合作之后 花莲地检署再结合花莲县药室工会 展开送药道府反会到家活动 借助健保局药师的送药过程 把反会选的观念也带到家户里头 这次我们结合花莲药室工会 透过药室工会送药道府的服务 那我们在药室工会的送药袋上面 贴上我们的反会选的一个标示 那这里面有我们的QR Code 有我们的反会选的检举专线 那任何民众只要看到这个药袋 那我们把这个药袋送到每一户家庭的时候 你都可以得知到我们的反会选专线的几号 你甚至可以用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QR Code 直接可以联系到那本署的网站里面 它有一些反会选的相关资讯 那任何的民众如果说你所住的地方 你的家庭或你的邻居 或说你所知道的在我们花莲县辖区 有任何人在会选的一些相关讯息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向地检署来积极的快速的反应 药室工会全国联合会常务理事赵瑞平表示 目前花莲县已经有50多家健保药局 加入送药道府的服务 药室工会将会在药袋上连贴反会选的便利贴 让民众知道反会选的讯息 今年从4月7号开始 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花莲县药室工会就配合着我们的地方 所有的基层医疗院所做送药道府的服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花莲县药室工会呢 在这个人口比例上的时候 我们的成绩做得非常好 那使命必打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达成了一万多件的 这个送药道府的案子 那这一次因为11月20日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基层选举 那在地检署方面的话 他们每次遇到选举都会有这个反会选的活动 那希望我们药室工会利用我们在送药的过程当中 将我们这个讯息宣导到他们我们的偏点地区 给我们的民众了解这个工作 那我们就希望借于我们在送药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药袋上面贴上我们的反会选的文学贴纸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收到这样的讯息 对于反会选的活动能够给支持跟赞助 所以我们药室工会非常的乐意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花莲县药室工会理事长林毅君也提到 花莲县的药局每天大约送药将近200户 透过送药道府的过程传达反会选的讯息 是最直接又有效的方法 这里会换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